接着就是题目的练习 他说蜡烛放在凸透镜的焦点跟两倍焦距间成像性质如何 就是放到这里成什么像 我说过了你可以背叙述 你可以画图 你可以背表格 你可以用我教的图示法去解决 那我们就会得到 那你用背叙述式焦点外是导立实相 两倍焦距内是放大像 两倍焦距外是缩小像 那你就知道放到焦点跟两倍焦距内之间 就呈现一个导立放大实相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B OK 没有问题 任何方法解决都可以 你就是要会解决 那请问你关于透镜的成像叙述谁是对的 凹透镜只有一种像应该比较简单 凸透镜就比较麻烦 要看它放在哪里 成像会不同 这女生一般一对不在 12号有吗 没有 12号有起立 用到 2B 请坐 凸透镜要呈虚像 在哪边是呈虚像 焦点内呈虚像 A是错的 凹透镜只有一种像 正立缩小虚像 所以C说会有放大是错的 也不会是有实像有虚像 所以猪也是错的 只有选项B是对的 要成为缩小像 要放在两倍焦距外 所以我们答案选B OK 好 请问你 一样透镜成像 那这里的选项 全部都是凸透镜 所以就是要记得 刚才讲的凸透镜的 成像性质 用背的 用画图的 用老师教的图示法的 都可以 高兴就好 30 凸透镜在两倍焦距外是缩小像 所以A是对的 凸透镜的放大像 有凸透镜的虚像 都是放大的吗 对不起 凹透镜只有一种 叫做正立缩小虚像 所以B是错的 没有放大虚像 我刚才看错了 我说都是凸是不对 那这里是凹 然后C选项是 要成为一个放大导力实像 是要在哪边 应该在哪边 焦点跟两倍焦距间 所以不是两倍焦距外 凸透镜要成为 这缩小正立虚像 焦点内错 焦点内成的是一个 放大正立虚像 所以凸透镜 没有办法形成 缩小正立虚像 没有这种像 所以选项珠是错的 所以答案只有A是对的 所以我们答案选A 这就是有关于一些 凸透镜的 用叙述的方法 来考的成像的问题 OK OK